南宋 公元1127年 1279年 史乌高宗赵构 中乌魏王 共九帝 南宋王朝及其懦弱 偏安易于从赵构开始 一朝皇帝全无作为 奸臣当道 堪称最软弱的王朝 南宋皇帝列表 高宗赵构 1107 1187 1127 1162年在位 在位36年 高宗赵构 宋徽宗第九子 1127年 即位乌南京 金商修 时称南宋 1138年 迁都杭州 约沙主 战派粤 岳飞向金商屈膝投降 在内则大修公舍 穷舍己欲 知徒偏安 彻头彻蕾的昏君 1162年 让位给太子 自称太上皇 死无1187年 十年81岁 孝宗 1127 1194 1162 1189 年在位 在位27年 孝宗赵伯宗 自永元 宋太祖 七十孙 秀昂的儿子 1162年即位 恢复岳飞的名誉 开始抗战 但被打败 于经国义和 时称龙兴和义 1189年 禅位于其子 称太上皇 1194年 死 十年68岁 光宗 1147 1194 1189 1194年在位 在位六年光宗 孝宗第三子 即位十以四十多岁 不仅政治崩溃 而且距内 其皇后李氏 是历史上有名的度负 1194年退位 死无一 200年 十年54岁 宁宗赵伯 1168 1224 1194年即位 在位31年 宁宗赵伯 光宗第二子 1208年 于经国牵定屈辱的 家定和义 思乌 1224年 十年57岁 李宗赵云 1205 1264 1224年即位 在位四十年 李宗赵云 宋太祖 十十孙 迎宗五子 死后阳后立立 宗为帝 却立了朱熹 导学的统治地位 1234年 联合蒙古聂金 死后 政治日快 思乌 1264年 十年60岁 渡宗 1240 1274 1264年即位 在位11年度 宗赵奇 李宗指 傅赵云瑞 即位后沉迷酒色 全臣甲四道专制 朝政日败 南宋威在旦夕 死乌1274年 十年35岁 宫帝 1271 1323 1274年 在位 在位两年宫帝 赵显 杜宗笛子 即位时才四岁 1276年 元兵宫破林安 宫帝被捕 1288年 忽帝列祥 破他到西藏出家 成为高僧 1323年 被赐死 十年53岁 端宗 1269 1278 1276年 即位在位 两年端宗 宫帝兄 杜宗树子 在福州 即位 即位后 兵败逃亡 途中病死 十年十岁 位王 1272 1279 1278年 即位在位 一年 位王赵炳 杜宗第三子 兵败后 被元兵逼破 丞相陆秀夫 赴魏王头海 自尽 十年八岁